在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上 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许多浓墨重彩的段落里都有他的名字 终身酷爱体育的霍英东是中国体育的民间大使 1974年中国提出要重返国际奥委会请他帮忙 霍英东凭借他是国际足联职委和在国际商界的名望 不断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间奔走斡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一年的德黑兰亚足协大会上 中国在亚洲足协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 但他也因此得罪了台湾当局 1983年中国有关情报部门收到了确切信息 台湾当局派特工长期驻守香港准备暗杀亲共商人 其中就包括了霍英东 有人提醒他叫他加强保安等防范 霍英东却处之泰然 一如既往的在国际上帮助中国体育争取权益 七十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 这时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坚实的基础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大陆 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 也渴望为振兴捉拔尽于奋力 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 谈不上经济建设 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 支援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 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 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 还同时霍英东便练上了足球 在香港黄仁书院读书时 他爱踢小足球 但功课很紧 练脚时间不多 日军侵占香港后 则连打球的机会都没有了 香港光复后因生活窘迫 霍英东的体育锻炼基本停止 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 工作更紧张 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 体重只剩下91斤 这时他在警觉道要锻炼体魄 决于每天定时参加举重 游泳 网球 足球等活动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 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 他组织的足球队 在港澳地区是一只难得的竞旅 每年比赛近三百场 连续十年风雨不改 他自己呢就是这支球队中的中锋 而且颇有名气 所以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 他打网球也是相当出色 1972年到1977年间 曾六度获得了香港网球公开赛 双打冠军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 70年代 霍英东为了争取恢复中国 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 群住了无数心血 虽然当时曲折颇多 阻力甚大 但在霍英东的努力协助下 中国体育最终还是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